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我们会给大家一些范例的程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透过简单的指令 就可以达到让人跟程式互动 或者是让人跟电脑互动 那这也是我们写程式的第一步 然后最后会谈一下通常写程式的流程大概是什么 好 那就是今天的目标 那么我们就先来简介一下何谓Computer Programming 何谓写程式 到底什么是Computer Program呢 也就是说所谓的电脑程式是什么 它基本上就是在电脑里面运作的元件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把它称为软体 那软体这个词当然是相对于硬体来说的 硬体看得见摸得着 所以很容易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软体却没有 电脑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跑呢 基本上它是一些结构化的资料 还有指令 这些东西呢被组合在一起了以后 它就可以跟电脑说 请你做一些特定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去写资料和写指令 那么呢 当然之后大家写程式就会陆陆续续的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也不用讲太多 但总之就是给电脑一些东西请它process 那就是data 然后告诉它怎么process 那就是instruction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电脑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请它做事 为什么我们要写程式呢 当然是因为它速度很快 它记忆体很多 这些事情呢 很多时候是人的肉身是做不到的 但是目前为止的缺点 至少目前为止 人也就是程式设计师 必须要跟电脑说 请你跟我这样做 请你做那件事情 换句话说呢 电脑此刻是没有办法自己做事的 人要告诉它 那么 我程式设计师怎么告诉电脑要做什么呢 就使用所谓的程式语言 有了程式语言以后 我们就一句一句的写程式 然后呢 这样子就组成了所谓的电脑程式啦 所以换句话说啊 程式语言呢 就像是中文啦 英文啦 台语啦 法文啦 日文啦 等等 它基本上就是有一套文法的东西 如果我们照着日文的语词汇和文法讲话 日本人就听得懂 照着英文的词汇和文法讲话 美国人英国人就听得懂 所以呢 如果我照着某一种特定的 程式语言的语法来讲话的话 电脑就听得懂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执行一个program表示什么 我们有英文有时候说 running a program 有的时候说executing a program 基本上就是一行一行地执行指令 hopefully 最后我们可以实现我想要做的事情 这样就叫做执行一个程式 那么呢 程式语言这种东西 就像刚刚说的 是人跟电脑用来沟通的工具 那么我们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语言有三种或是三大类 分别是机器语言 组合语言 和所谓的高阶语言 那有一些人会定义有一些别的 不过通常我们就是讲这三类啦 那么呢 机器语言和组合语言 是很低阶的东西 低阶不是说它烂还是怎么样 低阶的意思是跟硬体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他们会直接控制你电脑里的硬体 所以某方面来讲呢 人如果要跟电脑讲话 你必须要透过Machine Language 或是Assembly Language 这些东西 那不过呢 因为每一台电脑的硬体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要直接跟硬体讲话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硬体的设定 那通常呢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对这些什么电晶体啊 半导体啊什么什么的 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 基本上这件事情也做不到 所以我们通常大部分的程式设计师 不做这件事情 我们写所谓的High Level Language 高阶语言 它呢 比较是人看得懂的程式 然后呢 写起来比较容易 然后 因为 它不是直接控制电脑 不是直接控制机器 所以需要有一个 有点像翻译的人的动作 或者是一个工具 也就是说呢 我先讲一个高阶语言 然后我需要有一个翻译器 来帮我把高阶语言 转成组合语言或机器语言 然后电脑就可以看得懂了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总之我们这门课 我们这门课要教所谓的Python 它是一种高阶语言 那事实上呢 大家没事会在路上 会在报章杂志 会在教科书里读到的各式各样的语言 C啊 C++ Objective C啊 R PHP MateLab等等 基本上都是高阶语言 除了非常深入这个detail的人以外 非常伟大的工程师 科学家以外 我们都是学高阶语言 所以反正记住这件事情就可以啦 那么呢 讲一下Python吧 Python这个东西是一个程式语言 那它当然就是有人发明它的 每一种语言都是有人发明它的 在程式语言的世界里 那么呢 它大概是1996年左右发明的 讲起来也很有趣啊 就是这个工程师呢 他说他这个圣诞节 那个礼拜 没什么事干 就觉得好像应该找点事来做 不如我就来发明一个语言 以后我做些工作来蛮方便的 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有点无心插流的动机 结果最后呢 却开发出了一个非常广为人使用的工具 那Python这个东西 我也不多做介绍了 基本上就是非常多人用 在非常多的领域都很有用 所以学它很不错 那么呢 在我录这个影片的瞬间 也就是2017年的8月 它现在的版本是3.6.2 那么呢也是我们这个 在这些影片里面 如果我们做到一些 example program啊 范例程式等等的 都是按照这个版本去做的 那版本这个东西 大家如果从未接触过程式语言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点混乱 那你就姑且把它想成 iPhone 4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7 那个感觉吧 所以不同版本可能会有点不相容 就像某个app 在iPhone 4和iPhone 7 iPhone 8上面 执行的结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版本号还是需要知道的 那我们呢 基本上就是写所谓的Python 3 如果大家有机会接触到的话 有一种叫做Python 2 Python 2跟Python 3 差蛮多的 那我们反正是写Python 3 Python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它对初学者来说 特别的适合 第一 就是它简单 那如果大家之后还有机会 学别的程式语言的话呢 一定会发现 Python 特别的容易上手 你很容易就写几句简单的指令 就可以达到一些蛮不错的效果 所以简单是个好东西 那对初学者来说呢 又很容易开始学 所以它不但好用又好学 但与此同时最棒的就是 它能做的事情又很多 那在这个学期之中 我们会陆陆续续看到这些好处 那么呢 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教大家写Python吧 所以待会儿你肯定会写一些程式的嘛 那我们又说写了高阶语言了以后 不是要有人翻译吗 到底具体是在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在我们写Python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使用一个所谓的interpreter 来做这个翻译的活动 那对于某一些的高阶语言 我们会使用所谓的compiler 就叫编译器 编辑的编翻译的意 那么interpreter呢 叫做直译器 直接翻译的意思 那么呢 Python用的是interpreter 这两个东西有什么差别啊 简单来说就是 compiler这种东西 你一定要写好一整个程式 然后才可以编译 但是直译器呢 通常是你写一个statement 一个instruction 就可以被执行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通常用interpreter的话 是比较容易做的 因为你一句话就可以跑 一句话就可以跑 而不用写出一篇文章 才可以被翻译 这样子 那么呢 我们如果今天真的写了一个program 里面有好多行的话 你的interpreter就会一行一行地 去执行这一些程式 或者说是一行一行地 去做这个直译 那么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写Python的 这个程式呢 有两种写法 第一种呢 就是使用这个interactive mode 就是互动模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随时输入一行指令 随时输入一行指令 我马上就会看到结果 我不用写很多很多行 然后才一起看到结果 这样子 就好比呢 这里 这个是我们待会会下一个影片 会示范给大家看的东西 它基本上就是在说 看到这三个符号表示 请你输入一个指令吧 我就输入说 请告诉我三加六是多少 它就告诉我九 请告诉我四减二是多少 就告诉我二 那我也可以连续做几个statement 它们一起呢 会发挥一些作用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statement 都应该要印出什么东西来 那等我说 A是100 B是50 C是A-B的以后 如果我请它印出C来 它就告诉我说 C的值就是50 好 所以interactive mode呢 基本上就是 你说一句它回一句 你说一句它回一句 有点像你一句一句的翻译的意思 那么这一些statement 会在所谓的prompt后面输入 所谓的prompt 一般来说呢 就是所谓的提示符号 也就是说 你看到某一个特定的符号 就是表示 请从这里开始输入吧 那以python来说呢 常见的就是三个箭头 对不起 三个大语符号 就是这个prompt 那么有第二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呢 是大家之后要做的 那这个很明显啊 就是一句一句写 你的思绪很容易被打乱 而且大家之后会发现 有很多的程式里面 有一些statement 是要跨好几行的 那基本上呢 就很难用这个 一行一行写的方式来做啦 比如说这里有一段 简单的program 那我呢 就不解释它在干嘛了 不过基本上 就是说 这一个区块这四行字 是必须要一起 才会发挥作用的 这个呢 它自己会发挥作用 这两个又要一起发挥作用 所以也就是说 我基本上很难 一句一句写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使用 script mode 姑且称为文稿模式吧 它的意思就是 我要在一个档案里面 写好多行程式嘛 然后呢 最终我一口气把它们丢进interpreter 让它把结果全部跑出来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在电脑的世界里面 我们电脑怎么知道某一个档案 到底是word 还是excel 还是文字档 还是mp3 还是python的程式码呢 就看副档名 所以如果我把副档名取名为 点py的话 那就电脑就会去理解说 这是一个python的程式码 那么呢 当我把它丢进interpreter的时候呢 就会一切都很顺利啦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 如果我们是使用 interpret的语言 那我们在学术上 给它一个词 叫做scripting language 好 那中文还真难返 可能是脚本语言之类的吧 那它反正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写一句 它就跑一句 写一句就跑一句的 我们就称它为scripting language 比如说大家也很有机会会去学到的 R这个program 它也是scripting language 好 那么怎么执行python 有很多的方法 那我们先overview一下这些方法 等一下呢 下一个影片会一个一个的试给大家看 第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网路上有一些已经被setup好的python的环境 你就上那个网站 然后呢就开始写python 基本上就可以啦 比如说python的官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不过呢 你通常应该不会想要大量的使用这个方法 第一 没有网路你就不能写 第二 在网路上人家设定好的环境 总是有一些事情做起来比较麻烦 比如说如果你要存取 你的电脑里的硬碟的这个大量的资料 那就算它可以提供你网路传输的功能好了 也是浪费时间嘛 那其次你可能需要自己安装一些这个需要的环境啊 需要的这个辅助功能啊 都没有 所以 这东西呢就是你偶尔需要 临时需要 出门在外不方便的时候用一下就好啦 第二种呢就是你这个学期肯定要这么做的 请你去下载一个python的interpreter 来装在你的电脑里 让你在电脑里写了python的程式码了以后 可以有一个interpreter来把它变成执行出来的结果 要做这件事情呢 现在基本上就是 你呢就去python的官网 然后呢你就找啦 您用这个windows 你用mac 你用各式各样的作业系统 你就找你用的那一个 然后你就下载 然后你就点它两下 然后就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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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会完成了 有了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做底下的几件事情了 第一个呢你可以试试看interactive mode 所以以待会我会示范的来说呢 我会在windows的电脑上面打开所谓的命令列执行模式 comment line 然后打开这个comment line或者是说称它为console就是主控台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各式各样的指令 如果我打python这个指令的话 那我就会在我的电脑上启动 interactive mode 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写这个写那个写这个写那个 我们就可以一句一句的试试看 不过 如果是你的电脑的话 你说不定需要设定这个所谓的环境变数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很快速的展示一下怎么做这件事情 不过 如果你没有要使用这种方法写程式的话 那其实就不需要管这个什么环境变数这件事情 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想要用哪一种 所以我们还是试一下 那另外呢 当你装好python直译器的时候 事实上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所谓的IDLE python的GUI GUI是什么 GUI就是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大概的意思就是一个你可以用滑鼠操作的环境啦 那么 只要你去你的电脑上面这个 点两下或者是点一下这个icon 那或者是把这个程式呼叫出来 你呢就可以开始跟你的prompt玩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写interactive mode啦 或者是在那个环境底下 你也可以新增一个档案 然后开始写一些script 这个也可以 那我们等一下试给大家看 不过 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建议的方法 因为IDLE 写起来有点阳春 你eventually呢 一定会写很复杂的程式 那很复杂的程式呢 必须要有一些比较好的编辑器 才能做到这个比较良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推荐你下面这种做法 我们推荐你呢 去找一个你喜欢的编辑器 编辑器在Windows里面呢 就好比是笔记本 这种东西啦 notepad 那么找了一个编辑器了以后 我们呢就用这个编辑器 来写script file 那我们在这门课里面呢 会使用notepad++ 这一个编辑器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 就去google notepad++ 然后就下载 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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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可以啦 然后呢之后 我们就会用notepad++ 写python的程式 写完了以后呢 就存成.py档 然后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console 也就是刚刚会用到的主控台 去找到我们那个python档案 然后我们就执行指令来 指引它 接着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所以呢就结果来说 我们就是写source code 然后呢把它交给我们的interpreter 接着我们就可以在萤幕上看到结果了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刚刚说的四种写python的方式 那首先呢 你可以进入这个网页模式 所以你就比如说 我们就来看这个 我们在这个python的官网嘛 好在官网上呢 我们就看到 这个官网做的确实是挺漂亮的 其中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button launch interactive shell 你就给它点下去 点下去了以后呢 它会花点时间 这个做这个initialization的动作 当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的时候呢 你看到刚刚有这个三个箭头 有没有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pronct嘛 提示字元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开始打字啦 比如说你就打说 真想知道4加8是多少 按enter就得到12 9减6是多少 就得到3 如果我想知道 我说a是100减20 没事 因为这只是建立了一个变数而已 那么呢 我就来print a 然后就变成80啦 大概是这样子 关于a跟这个print这件事情 我们等一下的影片会介绍 那所以总之 临时想要写点简单的python 但手上的电脑并没有 这个安装python直译器的话 你就用网页写就可以了 那很多网页都有这种功能 大家当个参考 以上是方法一 方法二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写interactive mode 对不起讲错了 我们应该是要写scripting mode 所以我们主要要介绍的是scripting啦 那只是我们先介绍interactive mode 好 那么第二个方法是使用你家的comment line 那我们当然是假设我已经安装好python了 所以我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你要去安装好去那边下载自己下载 好所以呢你要使用你家的命令提示资源 那或者是如果你用mac的话 就是你家的terminal啦 真不知道的话左邻右舍问一下 问一下你的好朋友总会有人我知道的 不然就问助教 所以呢如果windows的话 通常因为我很常用 我会把它放在常用的地方 或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的话 你就打开这个画面 你就输入cmd 它就会跑出来comment line嘛 对吧 好你就点它 就跑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基本上呢就是给你写程式用的啦 那我们呢是这样子 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输入python这个指令 那它应该要让我开始可以写程式 不过当我一开始安装好的时候 很可能会看到这个画面 它说python不是内部或外部命令 blablabla 简单的来说就是 你家的应用程式 安装在你的硬碟里的某一个地方 但是并不是你的这个你的文件夹 好 所以你在不对的地方想要执行这个程式 当然就没有这个程式 所以要怎么办呢 technically我们必须要设定所谓的环境变数 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首先啦 我们要看怎么样设定环境变数 开你家的控制台 然后呢如果是windows的话 你就输入好环境变数 那你就说好 我要编辑系统环境变数 就跑出了这样子的画面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加入环境变数 环境变数的意思就是说 请 这个 设定我的电脑 让我不论在任何地方输入某个指令 他都会去找找看那个资料夹下 有没有那个程式 没有的话就去 等一下我们设定环境变数的地方 一个一个找 所以如果我把我安装python的地方 设进这个环境变数里的话 之后我就可以在任何一个windows的资料夹底下 使用python这个指令了 好打开来以后呢 有两个一个是我的一个是系统变数的 不管你就找path就是 路径嘛 好你就编辑它 接下来呢你就发现有一些预设的东西 好不管 但你就要新增 新增什么东西呢 理论上要新增你家的python被装在哪里 好那我当然不知道你家的python中在哪里 不过我知道我家的 所以我去找 在哪里呢 我一样开这个 理论上你在这里一定找得到python 或者是你找不到的话 你就输入python 就会有一堆python啦 那其中我要找的就是这个python3.6 这个看起来黑漆骂乌的这个人 这个人呢就是我真正的python interpreter 那我要知道他中在哪里 所以就按右键 然后我就可以开启档案位置 就开了一个资料夹像这样 然后呢这是个捷径啊 所以我不是要捷径的位置 我是要他本人的位置 所以就打开来 那这里就跟我说啦 这个东西装在如此这般如此那般 看起来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 所以我不管 我就把他的位置复制起来 复制起来 然后我就不要管他 然后我就回来这里 我就新增 我就贴上 好确定 然后呢这里我也来 编辑 然后新增 然后贴上 好就这样 请不要照着打字串字 你要找你家的python中在哪里 很可能一样 但也很可能不一样 确定 确定 就确定 好了 现在都弄完了 我们回来刚刚的这个地方 我如果再输入一次python的话 为什么会出事 狗屁 再输入一次python我们发现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嘛 这是因为你这个windows要关掉才行 你把它关掉 然后呢你就重来一次 比如说我已经放在这了 好 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你再来python 你就发现这个画面看起来不错啊 好像就是刚刚可以写程式的那个东西 对吧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做interactive mode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使用 这个你家的comment line 写python interactive mode的方法 现在你已经不需要网络连线了 打开来就可以写 好 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所谓的idl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打开你家这个的话 again你在这里会有一些最近装的东西 你就会看到idle了 或者是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打idle就出现啦 点它 点它了以后呢 这东西就会跑出来 基本上只要你装了python interpreter就有这个了 所以呢要很快的话用这招也是可以 你就开始写 1加3 等于4 a等于100减90 的话 如果我想要看看a是多少 就是10 就可以这样子写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你也可以开清档案 然后呢你在这里就可以写许多行 你就可以写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a加b 然后我说我想要printc之类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如果把它存成一个.py档 我们就可以拿来直译啦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这个我们不会用 因为这个编辑器 比较难用 好 所以呢这个供大家参考 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使用比较好的编辑器 比如说呢我已经安装好notepad++了 所以呢就请我们来执行notepad++ notepad++打开来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画面 所以呢你就可以开始写程式 比如说我就把刚刚的东西重写一遍 a等于1b等于2c等于a加b 然后我想要printc 比如说像这样吧 那细节我们待会会讲 像这样子的东西呢 红红的表示没存档嘛 所以我们就来存档 存档 所以我们就另存清档 比如说我说好我存在桌面上 那这个时候倒是要注意啊 理论上呢你最好把它存成.py 那因为notepad++是一个很popular的编辑器 所以它预设你有一大堆的东西 可以当作是副档名 实在是太多了我有点承受不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里输入就好了 比如说我这东西叫做test.py 好存 一按下去呢就发现发生了一些变化 有一些字变成红色的 有一些字变成蓝色的粗体 那这个东西呢叫做syntax highlight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写的程式 通常最后会很复杂 所以呢这个前人就帮我们研究 就发现如果把某一些特别的符号 涂上特别的颜色的话 那我们写程式比较不容易出错 这是我们使用比较好的编辑器的最主要的理由 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这么做 不然你一定会过得很痛苦 好所以总之这样子就写好了 那基本上呢这个程式就搞定 我们就来试着执行它 执行它的方式是这样 我又要再开命令提示字元 然后我想要去找我的那个program 在哪里 所以我理论上呢我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用python这个直译器 来对着我的test.py的这个程式做直译 按下去会跟你说不好意思 找不到这个档案 因为我们的资料夹不对嘛 我刚刚是存在桌面上 所以我就去找我的桌面desktop 我就把我移到我的桌面去 然后呢我就试着再做一次 就有结果了 他在桌面上成功地找到了test.py这个档案 然后就得到了3这个结果 那3看起来还蛮像一回事的嘛 就是1加2看起来的确是3 那么如果我来这里改一改改什么呢 比如说我说好那比如说A不要是1好了 A如果是11的话呢 如果我直接写这样子11 然后我重新执行一次 不好意思还是3 这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存档的关系 那这个一开始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好没关系我们就存档 好他现在蓝蓝的啦 不错 那么我们再回来 这样就变成13了 所以每当你修一修你的program 你就跑回来 在这边重新的使用这个指引的指令 我们呢就会得到修改后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反覆底做程式的编修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那当然刚刚过程中啊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好像使用了蛮多 Windows的键盘的热键 那它会让我们执行各种各种速度变得很快 比如说我想要复制贴上 那我不需要按右键复制 然后到什么地方贴上 我只要按Ctrl V 呀 Ctrl C 呀之类的 就可以达到这些效果 那我们这个课不是教大家用Windows或Mac的 所以就点到为止 但是呢确实鼓励大家 跟你的电脑当好朋友 学习常用的这个键盘热键 一定会让你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进入到我们那个对程式语言更深入的介绍了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运算 还有Print的这个指令 好 那么呢我们来试着写我们的第一个Program吧 那么我们遵循这个程式设计界的这个老祖宗的教会 我们的第一个Program都是要写这个 就是我们要写Hello World 我们呢要在我们的第一个程式里面就是清汤挂面的印一句话 叫做嗨大家好这样子 然后呢不知整体就变成Hello World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程式就是这么的短 就这样一行Print Hello World 就算你从来没有学过程式设计 你大概也看得出来这句话想干嘛 把Hello World的这个字串印出来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吧 我们如果用InteractiveMode 来执行它的话会怎么样 好 好那我们就来InteractiveMode一下 我呢就来Python 好现在InteractiveMode了 我就Print Hello World 加个订单号 就看到了Hello World 就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这句话里面大概包含了些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发现这个Program里面只有一个Statement 好那很粗略的理解的话 一行大概就算是一个Statement了 好那这一个Statement做一件事情 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Statement里面呢我们有一个Operation 好那很快点大家就会发现很多Statement 有的Statement里面会有很多个Operation 在这里Print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它呢是一个所谓的函数 那在这学期中我们在后面会介绍到函数这种东西 函数是什么 就像你小时候学三角函数一样 三角函数就是你丢一个这个角度进去 比如说Sine 60度 Sine 90度 你呢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字嘛 那这种函数呢就是所谓的把东西丢进去 会看到某个结果这里也是一样 Print是一个函数 所以我们把东西丢进去的话 它就会被印到萤幕上来 那这个函数当然是Python这个语言内建的 这个前人把它写好了 让我们可以用 不然的话我怎么知道要把东西怎么印到萤幕上 我又不是做电脑的 幸好有人帮我们写好啦 OK 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多了 所以我如果丢一个字串进去 就会被印出来 那么呢被丢进函数的东西 这个Hello World的这个字串 那它有几种不同的称呼啦 在Operation里面我们通常说呢 它是所谓的运算源和运算值 比如说3加8这种东西好了 加这个东西就是运算值 Operator 3跟8就是所谓的运算源 Operant 所以在一个Operation里面被运算的那些东西 就是Operant 那在函数的世界里呢 我们有时候称它为Argument 不过这个等到交函数的时候再说吧 所以这里就先讲 总之呢这就是我们想要印出来的东西 在Python里面呢每一个statement 基本上都是要写自己一行 那在某些特例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换行的 不过通常 通常你没事干的话呢 你就直接把它写成一行就好了 这是Python这个语法的规定 如果你乱换行的话呢 它就会看不懂 所以呢你必须要这么做 在某一些程式语言里面没有这个规定 某一些程式语言是说 每一个statement的结尾要输入一个特定的符号 比如说C++啦Java啦这一类的 它是跟你说一个statement最后面要打分号 打分号 若是如此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很多个statement写在同一行 只要它有用分号隔开就好 或是你可以一个statement分好几行 只要它们中间没有分号就好了 但是Python没有 Python没有这个statement具尾的 符号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换行 换行 换行表示换statement 这很重要 那么呢 我们当然可以印别的东西嘛 大家有兴趣试一下吧 你可以print i love programming 或者是你直接print 58也可以 或是像刚刚前面的影片 还有print过所谓的A啊B啊之类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whatever 你丢进print 它就会把它印出来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呢 在Python里面 在 使用这个字串的时候呢 用单引号 或者是双引号 是没有差的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 如果我用单引号 会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不会变 只要它们是成对的就好了 所以稍微你试一下吧 我们呢 来用单引号 单引号 基本上呢 就很OK 好的 那么 我们来印一些 比较复杂的东西吧 比如说 要是我想印这个的话 怎么样 我想要印常柜读素书 书中尽和乳 上言加餐食 下言长相译 这个古代的诗 的一部分 好 那么呢 我大概是要这么做 我就要写print 然后双引号码 中间呢 就把我想要印的东西印出来 基本上就是这些 可不可以呢 诶 可以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虽然 我们叫它print的东西是中文 但是呢 是做得到的 是做得到的 大家有兴趣 就试试看 比如说 这样 我呢 就来print一下 那 我打字很慢 就打个hi 就好了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不过 我们今天倒是会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 那我怎么换行 换行看起来好像是个问题 那如果我直接换行的话 不ok 我们会看到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来试试看 我说 好 我想要换行 我们在interactive mode里面 根本就做不到换行这件事情 对吧 我尝试按enter的那个瞬间 它就已经换掉了 就已经结束了一个statement 那 我呢如果硬要的话 我得要复制贴上 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打好 然后复制贴上 结果他也会跟我说 这基本上是 这个string的这个字 它没有end of line 什么意思呢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这个statement 好乱喔 我弄一下 你的这个statement 你尝试要印出一个字串 可是找不到右边的双引号 因为他觉得你已经换行了 表示这个statement已经结束了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python里面 换行是很重要的 换行就表示statement结束 你的statement在换行前 必须要完整的结束才行 好那所以这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我们下一个影片会接着讲 好不过我先预告一件事情 当我们在scripting mode里面 要写这些中文的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其他的步骤得要做 好那interactive mode相对的比较简单 scripting mode 如果你写一个program会比较麻烦 不过现在烦恼这些还太早了 大概过几个礼拜以后 我们再说这件事情吧 现在呢我们就先看一下 基本的部分就好了 处理中文的事情 我们过几个礼拜以后再说 好所以刚刚那个问题 总要有个办法解决嘛 解决之道就是 我们要使用new line character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知道a啊b啊1啊2啊 这些东西是所谓的character嘛 我们称为字圆 就是一个一个的字啦 那么事实上在电脑的世界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character是我们看不到的 比如说换行这个东西就看不到 我今天如果我真的换行 事实上呢在电脑里面 他们在存东西的时候 并不会真的所谓的 让它的档案的结构 有产生什么具体的变化 它实际上是在一个原始的档案里面呢 它会记载说 这里有一个要换行的动作 所以它会记一个换行资源 那么换行资源在我们打键盘的时候 一般来说就是输入enter嘛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换行 但实际上呢 电脑里面somehow有一个 有一个符号 是表示换行资源的 那我们今天如果是希望 我们在字串里面要换行 就要使用换行符号 所以做法大概是像这样 我啊我要在电脑里面呢知道 怎么样去找出那个换行资源的encoding 也就是编码 我要知道换行资源被编码成什么 然后呢我的所谓的跳到下一行 就用所谓的印出一个换行资源的动作来做 那怎么做呢 大概是这样 我啊要使用斜线n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在python以及蛮多其他的程式语言里面 就表示换行符号 如果我输入这样子的一串字 然后在中间加入斜线n 看到的结果就是它会换行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 我呢来复制贴上这一段话 然后呢在这里试着执行它 好我要执行它 我呢就来贴上它 好当我这样子做了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确实换行了 对吧 好它并不是真的在荧幕上印出斜线 然后印出n 而是它换行了 好那就表示斜线n这个符号 确实就是换行资源 我透过这个换行资源把它插在字串里面 就等于是在告诉电脑说 诶这里给我换行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所以这个斜线n就是换行资源啦 你光打一个斜线当然不行 光打一个n当然不行 斜线n中间空格也不行 它就是要连在一起 它才是一个换行资源 那么呢 有许多的类似的这种东西 是基本上你必须要使用一个斜线 在前面来指定的 那么它们统称为escape sequence 跳脱字源 那到底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我也不是很清楚啦 但总之啊 总之呢它们可以让你可以处理一些特殊字源 比如说换行字源 这个有嘛 或者是比如说tab 大家如果有时候用这个word的话呢 你可能会按你的键盘左手边的那个tab 它会帮你可以把字排得比较整齐一点 好 那又或者是呢 如果你想要在萤幕上印出一条斜线 那你直接打一个斜线当然不行 因为一个斜线它会assume 你后面要接某一个特定的符号 来表示一个字源 所以我们要印出一条斜线 事实上是要打双斜线才行 又或者呢 我想要在萤幕上印出single quotation 或是double quotation mark 我也是要在前面加写线 它才不会把那个quotation 视为是字串的开头或结尾 那我们试一下 比如说像这样啊 好那我想要来print 我想要print什么呢 我今天如果想要print 我说 比如说我这样好了 我如果说 hi 如果我这样印的话呢 肯定会出事 因为它会跟我说 你这个怎么这个双引号配来配去的很奇怪 我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我要在这里 打上这个斜线 那么 它就可以在印出东西来的时候呢 确实的印出这个双引号 好那如果我想要的东西是所谓的斜线 光这样也不行 也是怪怪的嘛 那就会变成没有右边的双引号了 就要印出两个斜线 这样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那by the way 因为单引号跟双引号 可以混着用 但是只要成对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混着用的话 它事实上呢 可以让你在某些时候省掉那条斜线 例如像这样 你不要单包单或是双包双 你单包双或是双包单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觉得那是一个 要自串你的引号啦 不过这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就是供大家参考 好 所以呢 这个例子 换航自源或者是这个Escape Sequence 大家之后当然会用到 不过现在介绍的重点 是给大家 你慢慢的得要了解 电脑运作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换航自源 就是一个电脑运作的原理的一部分 所有的东西在电脑里面都是有编码的 所以呢 要让它发生 要让它被印出来 要输入它 就是要找到相对应的编码 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好 那么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再把这些Statement 都拿去试试看 会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效果 那大家就自己试试看就好啦 然后呢 String这种东西 也就是用双引号或单引号包起来的东西 自串处理呢 在这门课的中间 我们会特别的请卢老师来做介绍 Python这个语言啊 它的自串处理的能力是特别强的 那有很多原因不知道 但总之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很有用的 因为你如果 希望你可以做一些自然语言处理啊 做一些文字探勘啊 从大量的文字资料里面去找出一些资讯 或者是判读一些什么 你势必要处理文字 势必要处理字串 所以呢 这个东西值得多花几个礼拜 或者是多花几个 Special Topic 来讲 那卢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就靠他啦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可以这个 跟文字玩 你当然可以跟数字玩 那跟数字玩呢 你就可以做基本的加点乘出 所以呢 我们事实上 在这门课里面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要请大家做Computation 大家回忆一下我们这课名叫什么 叫做Programming for Business Computing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门课里面 写程式来做一些我商业上需要做的运算 所以做运算当然是重要 那么呢 我们起码 最简单的呢 就是有这些加减乘除啦 所以我们如果使用这些operator的话 就可以做到加减乘除的效果 刚刚已经试过一些了 比如说3加8 你就会得到11 4减2乘以5呢 2乘以5是10嘛 4减10是-6 所以它自动的 会帮你先乘出后加减 你可以用括号 来做出这个先后的效果 所以比如说这样写的话就会变成10 那么 这里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我们有一些 如果你没学过的话 看不懂的东西 首先是两个星号 两个星号是什么呢 在python里面 这个就是平方的意思 那两个斜线又是什么呢 除法这件事情 它有两种 一种叫做floating point division 一种叫做floor division floating point是所谓的浮点数 那简单的理解为小数就好了 我们之后的课程会在比较详细一点点的介绍 为什么它要叫浮点数 点在浮动浮点数 那反正就是小数啦 所以呢用一条斜线来除 5除以2 会变成2.5 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用两条斜线来除的话呢 它会给你什么 它会自动的舍去小数的部分 所以5除以除以2 就会变成2 因为就是取floor嘛 取floor把它取到最大的不超过的整数 那么呢在这个例子就是2啦 所以这样叫做floor division 那之所以会特别为floor division设计一个这个运算值 当然是因为它很常用 那现在也讲不太出来 总之这门课里你会发现 经常我们要做除法的时候呢 就是要留下那个伤 然后把余数或者是小数的部分去掉 那么有了这个floor division以后 你就可以很方便你做到这件事情 而不用自己在那边数寒性点兵 在那边数啊数啊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挺重要的 那当然平方这个东西也经常会用到 对不起不是平方 次方 所以你可以写3 星号星号5 3的5次方就出来了 那如刚所说的 括号可以用来决定你运算的顺序 好 那么呢有了基本的字串 有了基本的这个数学运算了 以后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那再加上你的print 基本上你已经可以玩蛮多事情的啦 那么呢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个program 在那里我们基本上是学了print 自串 四则运算 现在我们要来写我们的第二个program 光是从电脑里面印东西到萤幕上 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 我们现在还想要更进一步的互动 我们呢想要输入东西到程式里面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程式做 我可以把东西交给他 他可以把东西给我看 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必须要宣告所谓的变数 因为他们要存我们丢进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学这个吧 那么呢我们基本上 会想要使用input这个函数 来做到我们要做的所谓的把东西 把资料传给程式的这个活动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说一个程式说到底 就是资料和指令的集合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办法 把资料传给程式 那么print这个函数 或者是说你说它是运算子 其实意义上是差不多的 他们呢是把data 印到console output上面 一般来说就是你家的萤幕啦 那么input的这个函数呢 它做的事情就是 让你可以把data输入进来 那可能是你打的 也可能是其他program传进来的 然后呢它是从console input传进来的 通常就是你家的keyboard啦 所以你如果没有特别的 这个做一些别的指令 或者是做一些别的设定的话 用input这个函数 就是从键盘敲东西进去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那么呢我们这个所谓的function 当然是之后会教嘛 所以现在先别管它 反正就是一个人家写好 你可以用的东西就对啦 所以啊 我今天如果要 把资料传进电脑里 传进程式里 势必要有一个东西 把它装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变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跟变数完 那么呢做法大概是这样 好 当我在这个投影片上面有这种斜线 然后又画底线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表示它不是真的是一个 你应该要打上去的东西 表示它是一个代号 或者是异象 也就是说呢 这里请你放你要取的变数的名称 是这个意思啦 所以呢你就说 某一个变数等于input的话 那你打的东西 就会被存到那个变数里面去啦 好 语法讲起来也很简单 给一个变数等于input 那么呢 你敲的东西 就会从input 透过这个等号 被传到这个variable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的宣告变数 今天呢 变数是装value的 变数装值嘛 所以呢 变数看起来像container 那你小时候也用过很多变数啊 比如说你小时候学二元一次方程组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就是有a跟b啦 x跟y啦 之类的 那么里面可能装着各式各样的值嘛 所以今天variable就像是container一样 好 一旦我们宣告一个变数了以后 我们的电脑的作业系统 Windows或是Mac 它就会去你家的记忆体里面 开一块memory的空间给它 有这么一回事 那memory就是记忆体 你在买电脑的时候呢 想必电脑规格一定会列出它的记忆体有多大 4G 8G之类的 来给你选 记忆体越大越好 因为记忆体越大的话 你就可以宣告越多的变数 那么呢 这样一来 你就可以 呃 你的程式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那我一直印象很深刻一件事情 我们这年头的电脑一般来说 记忆体是4G啊 8G啊之类的 好 那我们还经常觉得不够呢 但是我大一的时候上计算机概论 那我们系的庄玉泽老师 他说 他当学生的时候 他当年念台下电机系 他们的电脑里的记忆体容量是4K 好 4K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4000个Byte 如果对这件事情没概念的话 倒是无妨 因为K 呃 1000K是1M 然后1000M是1G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电脑里的memory 大体上来说就是当年的100万倍 好 所以当年写程式的时候 必须要非常仔细的控制自己 呃 变数用了多少个之类的 因为你很容易就会把整台电脑的记忆体塞爆 那现在当然是 大家蛮幸运的 应该不需要烦恼这件事情 我们这门课请你写的program 应该不可能会把你的电脑的记忆体塞爆啦 除非你写错了 这样 不过呢 如果将来有同学 嗯 虽然机率不大 想要写比如说电冰箱里面的程式 那或者是手机上的程式 那么呢 你的记忆体容量就可能会比较小啦 所以知道一下这件事情还是不错的 好 那么开了一块空间了以后呢 值就可以被存到那个空间里面去了 听起来蛮像废话的 好 那么 每一个变数都有它的资料形态 资料形态是什么呢 呃 就是 我怎么知道你里面存的是什么 我得要打开看一下 那我看的时候我得要用某一个概念去理解才行 所以我今天可能这个东西是整数 可能是小数 或者可能是自串 事实上还有别的 不过今天我们就知道有这三种就好了 好 你有整数 你有小数 还有你有自圆或是自串 那么之后的课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这些东西有什么差别 怎么来的 到底为什么我们需要区分这些事情 不过今天呢 你就先直接用就好了 所以呢 我今天要宣告一个变数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讲三件事 我要告诉电脑说它是什么形态的 这个变数叫什么名字 以及通常我会给它一个value 不然就不需要这个变数了嘛 所以基本上呢 一个变数就是要知道这三件事情了 好 好那我们来宣告变数吧 要宣告变数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要用变数就要先宣告它嘛 就像你小时候要定义x是什么 y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宣告的时候呢 就要指定它的名字 那通常呢 你也必须要指定它的资料形态 以及给它一个初始值 初始值不一定要 但通常你都会给 初始值就是这个变数被伸出来的那个瞬间 它里面装什么 之后可以换 但是它一开始装什么 就是它的initial value 所以呢我们可以这么做 在python里面呢 我们就写类似像这样的statement 当我写 a等于689的时候 它就是在说 我产生 我create一个变数叫做a 这a就是它的名字 就是它的name 然后呢 689当然就是它的value嘛 所以a等于689的时候呢 就是表示我把689这个数字交给了a来存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那我们中文呢叫做指派 我把689这个value指派给a 英文叫assign we assign 689 to a 大概是这种感觉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它好像没有在指定资料形态 这是因为在python里面呢 根据你传什么东西给这个变数 电脑就会自动帮你决定资料形态 自动帮你决定资料形态 所以我说b等于8.7的话 b就会是一个小数 c等于hi everyone的时候 c就会变成自串 所以呢 从用的角度来看是很方便啦 只要你丢进去 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那在很多的程式语言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一定要先宣告说 这个变数 这个容器长怎样 是什么样的资料形态 然后你丢别的资料形态进去的时候呢 要嘛就是值会变 不然就是会出错 所以有一些程式语言 我们称它为比较严谨的程式语言 是你必须要先宣告 资料形态的 变数的资料形态 然后才可以用 然后不能乱用 那python呢是比较 我们刚刚有说嘛 一开始比较好用 所以呢它是这样子设计的 只要你把值丢给它 你的容器就会变形状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好 那么我如果今天想要看到 我某个变数到底是什么形态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type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稍微试一下 今天我想要看的东西不是c 而是c是什么type 那我可以这样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请你告诉我 c的type是什么 然后 我当然需要把它印出来嘛 不然我哪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种事情 好 那我们就来做做看 那今天呢 呃 我们刚刚就是scripting mode 对不起 这是interactive mode 所以我们把它关掉 重来一次 好 所以我要移动到我家的desktop 然后我要python它 我们这种叫做test嘛 好 好 你看到呢 它说这个叫做classint class就是类型的意思啦 所以这表示说 你的这个变数是一个整数 那我们换一下吧 比如说像这样 如果我今天a是1.2的话 会怎么样 那当然c呢 就会变成3.2 3.2的type是什么呢 就会变成float 所以type大概是这样子的用途 好的 那么 这里 这段程式码 大家如果复制一下 试试看的话呢 你当然就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689 就会告诉你是int b 然后就变8.7 c呢 就会告诉你它是string啦 大概就这么一回事 那么variable是可以被overwritten的 也就是覆盖掉 你可以先说a是689 然后呢 你再把a的值 换成8.7 你就是assign了以后再assign 有点像是箱子里面装东西 你把它拿出来 再装新的东西进去 那么你再去print它的type 这个时候就会变回整数了 对不起 变成小数了 所以每当你 overwrite一个变数的value的时候 它的type 就会跟着变 电脑会自动做这件事情 那 大家说不定心里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 如果电脑它真的会自己变的话 那我为什么其他的语言 需要先指定它的资料形态 然后用的时候还很麻烦呢 答案也很简单 如果电脑必须要在每一次你做assignment的时候 每一次你把值放进箱子里的时候 都看一下这个值到底是什么值 然后把箱子的形状做改变的话 跑起来就会比较慢 所以如果你真的追求非常非常高的效率的话 理论上是不应该使用python这种程式语言 或是这类的程式语言的 你应该要去使用变数的形态 要由程式设计师自行决定的那种语言 那当然那种语言写起来比较麻烦 初学者并不是特别建议 不过如果有一天你需要追求很高的效率的话 你会发现你会开始写 需要自定资料形态的那些语言 那么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初始值是什么怎么办 你可以随便给 或是你可以这样子 我们可以使用int这个函数 或是float这个函数 他们就会帮我们伸出一个整数 或是伸出一个float 所以a会变成一个整数 b会变成一个float 那么如果我想要一个空字串 我就把双一号双一号中间没东西 那么c就会是一个string 但它就真的会是空空如也这样子 那么请大家试试看 如果我这么执行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如果我执行abc的话 那么a的值会是多少 b的值又会是多少 c的值又会 c当然就是空字串 然后想想看合理吗 应该蛮正常的 应该蛮正常的 如果你试试看的话 会发现a跟b的值都是0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预设的initial value 好 那我们现在对于变数 宣告变数 变数初始值 变数的形态 已经有一些基本的了解了 咱们来做事吧 所以我们来写我们的第二个program 那in progress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依次序底把它来完成 好 所以我们的second program 先来写这个样子 这个是干啥 这个是说 ok num1是4 num2是13 然后把它们加起来 并且印出来 应该没有太意外 结果会变成17 好 那我们还是试一下 ok我们就把program写成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重新执行 17 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你已经完全知道这个在干嘛了 对吧 我们呢 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首先做的事情是 就是我们去宣告 并且初始化的两个整数 就是这两行 ok 我宣告了num1 也宣告了num2 而且让它们里面分别装着4 和13 这两个数字 就是我把4 assign给num1 13 assign给num2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print的statement 那么这个statement里面呢 它是有两个operation的 第一个operation是这个addition operation 它把它们加起来 然后呢 这个sung 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加起来以后的和 就会被return回这个program 这句话在讲什么啊 基本上就是在说啊 当我有一个operation的时候呢 我就做一些运算 那大家想像看 想像中运算是什么 想像中运算就是丢一堆资料给某个东西 跟他讲要算什么 最后他会to一个结果出来 对吧 那么以加法来说呢 你算a加b 就是把a跟b丢给他 跟他说hi加起来 于是他就被加起来了 那个和 那个sung 就会被运算完了以后 会被回传回 我们的program里面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们的program 在执行到print这一行的时候呢 他就会解读一下 他就会看说 ok num1加num2 有这么一回事要做啊 我要printnum1加num2 那我当然要先做num1加num2 所以我就先做了这个 我就先暂停print这个动作 先去做num1加num2 得到了一个和 那个和就被回传给我们这个program 就可以被拿去print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return的value 就会被print 那这个概念其实蛮重要的 不论你现在做operation 或者是未来呼叫 或者是写你的函数 最终呢都会有所谓的回传值 就是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 到底你得到了什么 那么那个回传值就可以被拿来用 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所以就结果来说呢 我们就会看到17 这个数字啦 那么我们来复杂化一下 我今天呢如果num1是4 num2是13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执行这个program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吧 好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执行看看 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的数字 首先 呃 4-13 是-9 ok 4乘以13 是52 ok 4除以13 而且我只要它的伤 我不要小数点 我也不要语数 就会变成0 4除以13 但是是做小数点的除法的话 就是0.307 左右 然后呢 这个怪符号是什么 这个百分比符号 刚刚还没有介绍过 不过呢 陆陆续续的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符号 百分比 就是 把它们拿来做除法 并且留下余数 好 留下余数 所以今天 4除以13 商就是0 然后 余4嘛 4就是那个余数 那最后 那最后是4的13次方 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这样子 那因为余数这个东西没教过 所以我们多给大家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这里是40好了 40除以13 是3于1嘛 那么执行起来 确实余数这个地方 余数这个地方 就变成1了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百分比就是用来求余数用的 好 所以啊 刚刚这样子热身了一下以后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真的写我们的第二个program了 我们的第二个program就是要长得像这个样子 我 宣告一个nom1 然后呢 我说它是整数 我宣告一个nom2 我说它是整数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值嘛 为什么我不知道呢 因为我要让使用者输入这个值 我要让使用者使用input这个函数 在键盘上敲东西 然后把它存进nom1 再如法炮制存进nom2 然后把它们print出来 看起来应该可以理解 不过 为什么这里也要写int呢 它到底在干嘛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解释一下 基本上 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user会输入两个数字 待会我们会敲键盘试试看 然后呢 我们也宣告了两个变数来存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加起来 并且印出他们的核 但是这有个前提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们敲进来的东西 不是整数的话怎么办 它不是说我们敲ABC啊 XYZ啊之类的 而是说 电脑怎么知道我敲进来的东西 到底是整数 还是不是整数 比如说我要是敲0978 234567 比如说某人的电话号码好了 那到底电脑是应该把它理解为自串 还是理解为一个好大的数字 这不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 电脑要有个规范才行 那么在这里 电脑的规范就是 只要是input丢进来的东西 我一律把它当成自串 如果你觉得它应该要是整数的话 请你用int把它包起来 所以这个逻辑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我们来执行看看这个Program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 白点在那边晃啊晃啊 就是这个游标 游标在等我们输入数字 我就输入好 13 然后呢 按一下Enter 还在继续闪 因为我应该要输入两字嘛 好那我输入4 诶 就得到17 17就被印出来了 那所以呢 当它遇到input的时候 它游标就会在那边闪 等你打字进去 打了一个 就执行下一行 诶 又再闪 你就再打 然后下一行没事了 直接把东西印出来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所以再试一次 比如说你有876 456 加起来就变成1332 确实是没有错的 那我们也试一下 如果我把它拿掉会怎么样 好 如果我就这么写呢 比如说我打123 456 诶 变成123456了 那虽然我们还没有很认真的教你自串处理的时候 加法是干嘛的 不过大概看得出来吧 加法大概是 就是在你的左右都是自串的时候呢 会把自串串起来 所以这个例子确实就是看得到 如果我直接用input的话 那123会不会当成自串 456也会不会当成自串 然后这个加法就变成把它们加起来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 那我们继续 好 所以啊今天这个alternatively 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 那基本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嗯 很明显你结果会差不了太多 对吧 因为我基本上就是input 做了以后 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转成int 直接塞给num1 也就是说我省下了一开始 initialize num1 对不起 declarenum1跟num2的动作 我直接就把值塞给num1 num2 基本上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interpreter 他当然还是在input的时候会停下来 只要他看到input 他就会停下来 等你输入东西 好 然后当你输入东西了以后呢 就会把它读进program里面 基本上就会可以往下运作啦 所以 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已经展示过了 如果你 直接用input 而不是使用这个int 把它包起来的话 那很不信底 你输入的东西 就会被视为是自串 结果当然就是串起来 好 所以 我的input technical 我们就是说input的东西 这个动作的return的值 的形态 已经被设定成是自串的 所以呢 你打什么字进来 都会变成自串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addition operator 他当然也是看左右是什么东西 来决定他要干嘛嘛 如果左右是数字 就加起来 如果左右是自串 就串起来 那结果 就会变成我们刚刚看到的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int 这个function 是必要的 当我用int这个函数 在里面包东西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 比如说包自串 那个自串里面如果 都就是一串数字的话 那它就会被转成整数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细节呢 我之后还会再讲 好的 那今天的课程也渐渐进入尾声啦 我们刚刚已经写了两支program了 你现在呢 已经知道 如果你做了简单的运算 怎么把东西印到萤幕上来 你也知道你要怎么样呢 让你的这个程式 可以读入简单的input 然后 当然你就做一些运算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已经够我们做很多事情了 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呢 在结束今天的课程之前 帮大家概述一下所谓的写程式 或者是说 这个我们看到一个词吗 debugging 到底是在干什么 好 那么呢 debug这个字啊 看起来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把虫去掉 把虫去掉 虫是什么 在程式语言的世界里面呢 虫就是表示错误 所以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世界上有怎么样的错误吧 有所谓的syntax error和logic error 中文呢 叫做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 syntax error的意思就是说 我写程式的时候呢 没有按照标准的文法来写 所以看的人 你就是电脑 看不懂 就有点像是 你对着比如说 不会说英文的日本人 说了这个英文字 或者是英文句子 当然听不懂 或者是呢 我们对着日本人讲了电山导师的日文 他也听不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这个例子吧 这个是我们刚刚的这个例子 稍微修一下 修哪儿呢 修这儿 如果我把input打错了 那interpreter他当然不知道 这个什么input 这个函数是什么 那结果他当然就无法执行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interpreter会跟我们说 你发生了所谓的syntax error 那我们稍微试一下 今天我们如果真的把程式写成这样子 里面是很有错误的 那么我们如果去执行它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像这样 他会跟你说 你的档案啊 在第三行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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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nt 没define过 没define过的意思是说 他觉得这是一个函数 那并不是系统已经定义好的 那想必是你自己要定义吧 那结果你也没定义 他就看不懂了 所以这个程式就无法执行 如果你把它修掉 他就会变成可以执行的样子 那直译器呢 通常在遇到不能执行的时候 都会给你一些讯息 就是错误讯息 跟你说那里好像有错 不过这个呢也是仅供参考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错很诡异的话 他也未必就能抓得出来 有的时候你的一个错会导致好几行的错 所以他给你的提示通常很有用 但不保证百分之百有用 那么练习读错误讯息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 另一种错误 就是更为恐怖的错误呢 叫做逻辑错误 逻辑错误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程式语法都对 但是跑出来的结果不如预期 因为我做了某一些错误的指令 所以呢是比如说像这样 如果我 nom1 int nom2 int nom1 输入 nom2 输入 结果我去print nom1加nom1的话 结果就不会得到我想要的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对吧 我会得到nom1的两倍 那这也是一种错误 但是这种错误呢 并不会被直译器找出来 因为你家的直译器哪知道你到底是要 nom1加nom1 还是nom1加nom2 不可能会知道 好 所以 这种时候怎么办 programmer必须要自己找出逻辑错误 那么这个找出逻辑错误的做过程 我们就叫它debug 那比较广义的讲的话呢 debug包含找出syntax error和logic error啦 不过 因为直译器会帮你找syntax error 所以你修几轮通常就不会有这个语法错误了 但是逻辑错误要靠你自己 所以你必须要写出逻辑正确的程式 最后的运算结果才会对 这个就是程式设计师的 应该说程式设计困难的地方啦 所以人们常说写程式可以训练逻辑 确实是没有错 因为逻辑不对的话 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对 好 那么呢 我借用资工系的刘邦峰教授 他曾经做过的这个一个流程图 来跟大家说明几个刚刚相关的概念 所以啊 我写程式到底流程是什么 首先我会编辑一个程式嘛 就像我们会打开我们家的编辑器 像这样 然后我就哔哩啪的我就编辑啦 编辑完存档 这样就完成了编辑的动作 所以呢 我就会先编辑一个程式 然后我就会请Python去interpret这个程式嘛 就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 好 当我在这边使用Python这个指令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尝试做interpret 好 interpret了以后他会告诉我 诶有没有syntax error呢 如果有 如果有的话 那就是你要回去重新编辑你的program 把它再编辑一次 再interpret一次 然后再检查 如果有就再检查 不然的话呢就可以往下走了 如果你已经没有syntax error了以后呢 你就去他就会执行这个程式 你的程式就会开始跑跑跑跑跑 跑了以后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发生所谓的run time error run time error是某一种逻辑错误 当发生这种错误的时候 你的program就会意外地停下来 你的program不会跑完 你就会跑一跑 他就会跟你说发生了这个意外错误 或者是偶尔 大家如果用windows的话 他会跟你说某某程式已经停止运作了 那就是发生了run time error 那run time error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就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好例子 但是呢过几个礼拜 马上你就会遇到啦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总之就是你的程式出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所以跑一跑就停下来了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again 如果你发生了run time error 那你就知道就出错了嘛 那你就回头去编辑程式 然后interpret 然后继续往下做 继续往下做 好 那现在你的程式啊 已经可以正确无误的做完了 听起来是可喜可贺 然后呢 然后呢 没有run time error 所以他就正确的执行完了 但是你得要check你的answer 你有可能会得到wrong answer 也就是说你运算的结果不对 那么呢wrong answer 当然也是某一种逻辑错误啦 比如说我给你100个数字 请你算出他的平均数 你有可能会算错嘛 如果你的程式写的不对的话 那就叫wrong answer 所以你如果发生了这个wrong answer的话 你就去修它嘛 那通常这是最花时间的步骤 因为这需要你用非常仔细的逻辑 去做抽象思考 那事实上写程式已经比较不抽象思考了 因为你可以写一点试试看 写一点试试看 掌握了这个技巧了以后 它对于你的逻辑的这个呈现 或者是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对初学者来说 这就是最辛苦的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 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wrong answer 你就跟他拼了 就这样 好 那如果你已经达到正确答案了以后 那到底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 你就去写下一个program 所以在这个学期里面呢 你就会不停的被出作业 你就写作业 不停的syntax arrow 你就修 不停的wrong time arrow 你就修 不停的wrong answer 你就修了又修 修了又修 然后我们就会出下一份作业啦 好的 那我最后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最后一种写python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 它就是直接使用你的编辑器 来直接执行python 怎么做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啊 首先你要做的事情是去你的nopay++里面用执行 执行 好 nopay++里面我们按执行 然后它有一个执行点点点 执行 开了一个视窗 好 在这个视窗里呢 你打开来的时候应该就是白白的 那我们现在要来在这里输入一串字 来表示我要执行某个程式 叫它干嘛干嘛干嘛 那你回忆一下我们之前是怎么样执行python的 我们基本上呢 是先叫出命令提示字源 像这样 叫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执行python这个程式 并且把我们编辑好存起来的档案传给它 对吧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样的事情 我呢 就在这里打 说我要先执行 command line 然后我要呼叫python 然后我要把这个档案传给它 也就是我现在正在编辑的这个档案 那它这个过程呢 需要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个语法来辅助 所以我们呢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就在这里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把这整段话复制起来 它呢就是说请你去开 cmd 然后如此这般 那个不管它 然后呢去某一个正确的地方 找到你的python的program 然后把现在你在编辑的东西传给它 然后停下来给你瞄一眼 然后结束这个program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贴上 那今天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改的 就是这里 这个所谓的 cmd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只是示意图而已 写给你看的 你应该要把它换成你家的python 装在哪里 不过好消息是呢 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费了点功夫设定了环境变数吗 所以表示我不需要特别指定 那个python到底装在哪 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在windows的任何地方 执行python 它就知道它在哪里了 所以我只要这样写就好了 好写好了以后我就储存 那呢它就是设定快捷键的时候啦 所以我先帮它取个响亮好听的名字 比如说叫做runpython 然后呢 就选一个快捷键 那一般来说你会选一些你比较不常用到的嘛 比如说我就选个f10 好 然后就ok 好 执行 执行了以后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啪啦啪啦啪啦 看起来不大ok 不过我们看得出来 它确实在执行这个program 因为input不存在嘛 好 所以我们来把它改掉 我改成input 好 然后呢 我存档 然后我现在要干嘛 我现在不需要回去开我的console 或者是comment line 我直接在画面上按f10 f10 好 就会跑出这个画面来 它就会python 我的这个档案 我就开始打字 98 98 12 它就把它加起来了 然后它就会pause一下 对吧 它就会pause一下 然后呢 我就随便按一下 就结束了 然后我就可以 再来一次 就pause 然后我就可以结束 然后呢 我就可以编辑它 比如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好 我就编辑它 好 编编编 好 我写了一个新的程式 存档 然后 f10 然后呢 1 2 3 3 4 5 就变这样 如果这样子会令你感觉 就是写起来更有效率的话呢 那这个方法倒也是很好的 不过老实说啊 你在这里按一下f10 跟你跳过来按一下上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你喜欢哪一种都ok 应该不会对你的这个效率 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事实上呢 按这个切过来命令提示字员 重新输入一次这个指令 也是有用的 某个时间点会用到 所以 我个人建议 你最好两种都会 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用 no pay++ 开f10 然后就劈啪啪的一开始 打你要打的东西啦 这个是很好的 那不过呢 如果 你这一招 就是切过来命令提示字员 这里输入指令 如果这招你也会的话 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之后啦 好 总之 希望大家各式各样的方法都试试看 我们会介绍给你就是有用 所以希望大家都试试看 好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大家